大家好 这个 我还没死 最近还在被传在大陆说我死了 已经十年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在他的人生过程中好几次 有一次是遇到南亚海啸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他和他的家人 有一次从400公尺 没有 12公尺 12公尺 摔下来 万物都在动 万物无常 无常不是负面的 就是也不是正面的 就是一切都在变动中改变这 欢迎我们今天非常期待的 这位国际知识 我们欢迎李律师先生 以及我们新司书宣的林运长 欢迎 请坐 大家好 这个 我还没死 最近还在被传在大陆说我死了 已经十年了 这个完了还有一千多万人关注 有人希望真的还不死 死了那么多次都没死 有人说你别死 真的很好 我一直就是很荣幸很感恩的 最近的25年里头 跟很多的法师 还有藏传和教的上师学习佛法 有人知道我练武术 有人知道我拍电影 或者有人知道我是工艺 但是不是太多人知道我用了25年 非常努力的 要想了解生死是什么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在他的人生过程中好几次 有一次是遇到南亚海啸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他和他的家人 有一次从400公尺 是不是 没有 不是 12尺 12尺 帅下来 我在 我在看你有没有认真在听 我问你 然后有一次是到了高三 很严重的高三症 这三次都是经历生死 您如何看待生死 面对无常 请跟我们分享 其实我从小因为练武 就对道家的一些思想 就很熟悉 就似乎很亲近 觉得事物世界上 没有一件事情 叫100%对和100%错 因为太极里边就是黑的 有可能百分比在转成白的 白的里头有转成黑的 所以世界这个 相对的世界里一定都是改变者 旋转者 那佛教后来就说 这个是万物都在动 万物无常 无常不是负面的 就是也不是正面的 就是一切都在变动中改变这 这个意思 作为面对生死 我觉得佛教有很多 第一 我要觉得说 我思考就是说 很多人喜欢中国的文化 起码有很多人不反对 有信仰的文化当中就有了如实道 那么很多人就说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 但我不反对 你有信仰 但我卑鄙信 有些人有喜欢 到了一定的年龄去追寻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佛教 在修行的过程里 有三个阶段 我把它形容成小我 大我 无我 那也就是说 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就是说 八万四千个法门是一个比喻 就是这么多的经教 不管是南传 大乘 都是 整个的这些教法 都是唤醒你 心里已经圆满的这个本性 我一直要说明这个 就是释迦牟尼说 我成佛了 因为 我很喜欢举这个比喻 就是说 我是一个水 众生跟我有同样的本质 都有水 只不过它现在是冰 没有被融化 融化了以后 它跟我一样的圆满 本据这个圆满的本质 那这个冰怎么融化 就是它的教法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又欣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何依佩 三粒严选 最好算 三粒严选 最划算 记得来看我双十一 一定要锁定三粒严选